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外太空有一颗行星 那里的环境和地球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上面肯定住着外星人了 这群外星人经过漫长的繁衍和进化 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文明体系 有一天 他们的科学家预测到 其所在的星系面临坍塌 为了避难 他们乘坐飞船 移民到了宇宙中的各个行星 其中一批就来到了咱们地球 他们称自己为狐足 古时候的地球人 第一次见到狐足就吓尿了 古籍十一记中曾有记载 一只巨大的船型飞行物 漂浮在西海上空 船上的人戴罐 全身长满白色的羽毛 无耻而能在高空翱翔 这便是人类对于狐足最初的印象 为了适应地球的环境 狐足自身经过不断进化 外形与人类无异 也逐渐融入人类的生化 从古至今 人类与狐足之间的纠葛 从未停止 唐代有个教书郎叫戴福 对于人狐相恋的题材 尤其感兴趣 认为爱情是跨越一切的存在 戴福去世后 他的儿子将其生前写下的故事整理成册 取名《广义记》并出版发行 广义记一经面世 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经过说书人的天游加粗 一传十 十传百 人类对于狐足的印象 也从好奇 逐渐转变为恐惧 狐足发现人类越来越不友善 只好默默隐藏身份 混迹于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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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佳玲分手了 到了美国之后 我才发现 本来每个女孩子 都是有猜忌心的 可能是她的女孩 可能是因为我和她之前背叛过你 所以无论她是去上学 还是去超市 我总是胡思乱想 我总觉得她还想着你 总觉得她会给你打电话 总觉得她还爱着你 可能 在我和她背叛你的时候 我对她的信任也就没有了吧 后来 我就变得很容易生气 总是跟她吵架 我发现 我们做情侣之后 比做朋友的时候 还要难相处得多 我以为我找到了爱情 但其实 我和你友情结束的时候 我和她的爱情也已经结束了 你想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可能我真的太自私了 皮皮 对不起 真的 真的很对不起 如果你的道歉 是因为你爱上了陶嘉琳 那就不必了 皮皮 爱一个人是没有错的 我不怪你 但是如果你的道歉 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明知道我的男朋友不喜欢我了 身外朋友却没有跟我说 你确实欠我一个道歉 可能我这么说 你会觉得我很矫情 但那段时间 我一直很内疚 我一直提醒自己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得赶紧放手 我不能再 你没有啊 我看到了你小时候给嘉琳写的那封信 我才知道 其实你根本不了解她 我和陶嘉琳认识二十年了 不是 我知道你们认识二十年了 可是这二十年里 天心 你跟我的前男友在一起 现在回来又说你们分手了 你说她的不是 现在是我不了解她 到底想怎么样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皮皮 我想说的是 你真的有把嘉琳当做男朋友吗 还是你只是把她当成偶像 你崇拜她 你捧着她 你觉得她很完美 但其实不是 每个人都有脆弱的一面 都有不堪的一面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麻烦的时候 你需要别人帮助 需要一个依靠 但谁不是呢 谁不需要依靠呢 你把每个人想得那么完美 大家为了维护你心中 那个完美的形象 都很累 很辛苦 这些你知道吗 你有考虑过吗 在你们俩的感情里 你又为她做了什么呢 本来是来跟你道歉的 但说了这么多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 比现在都好 我也希望 我们还是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不愿意的话 真的一切 我没有想想想 想想想想可以 稍微 那我们争论 有我们的事 但是这人 我们要去为大璇 都游泳我们 但是我 张丹知道吧 张丹 那个今日访谈的主持人 对对对 他也是节目制片人 说是看了咱们的报道之后啊 对你特别感兴趣 想邀请你明天去参加一个专访 专访啊 我不行吧 我会紧张的 要不张总您去吧 我怎么能去呢 这说明他气助你才让你去的 说实话 我还真的没有参加过张丹的专访呢 那张总 我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您跟我说说 其实也没什么 他就无非就是想知道一些 这个行当的特质 特质 对 一个人有时候呢 不光看能力 还要看机遇 你看你写了这个报道 获得了这么大的瞩目 这就是一个机遇 张丹呢 要邀请你做专访 这也是一个机遇 咱们现在人寿不足 因为请谈休产假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 有什么事情呢 尽管跟我说 好 谢谢张总 去忙吧 好 谢谢 你看我去忙吧 先忙带去忙 你去忙点了 去忙吧 谢谢 咱们 我去忙 fest 你忙肆个人 你忙了 你忙了 我去忙了 如果和你忙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你好 下午一天 你们怎么又来了 你爸让我来的 你爸说昨天 关于我问他那个 ABC的问题 他有答案了 他人呢 叔叔我这 小伙子 这儿呢 叔叔 有了 小伙子 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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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小军 一起过来 一起过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其实不瞒你说啊 二十年前 我也遇到这么一道题 是吧 对 也是ABC 你看 结果 没解开 因为我看错了标题 我错把这ABC 当 当成常量了 实际它是变量 变量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说人啊 它都会改变 所以说你呢 也不要着急解这道题 不演的将来 忽然有一天 这答案自然就来了 对 变变变 变狐狸啊 还变狐狸 我怎么没想到变狐狸啊 对啊 你跟小冬关系最好了 小冬我都喜欢你 我没想到啊 幽默 叔叔人幽默 幽默 关小姐 打扰了 请进 请坐 谢谢 喝水吧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来得太突然了 没关系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情 我觉得我有义务要告诉你 这是关于贺兰的事吗 是关于她的 是关于她的 但也是关于你的 关于我 这件事情说起来 你可能觉得有些冷酷 但是 关小姐 你知道沈慧妍这个人吗 知道啊 我听过 她和贺兰的 以前的故事 沈慧妍当年牺牲了自己 治好了贺兰的眼睛 但同时也被 胡耀之花贴了标记 每过二十五年 生命就会被终止 并重生 很遗憾 其实你就是慧妍 你的意思是 我也活不过二十五岁吗 关于你的部分我说完了 关于你的部分我说完了 接下来 是关于贺兰的部分 其实贺兰她一直在寻找方式 希望可以挽救你的生命 让你的人生一定完整 很幸运 我们在你的时代 也就是现在 找到了这个方法 所以呢 贺兰她可以救你 怎么救啊 如果她救了你 她就会死 当年贺兰吃下了沈慧妍的肝 得以重建光明 所以除非她死去 你的能量才能得以返还 重新拥有完整的人生 是 减提条件是 你们必须要彼此相爱 这件事情 她知道吗 是不是她已经决定 你 我只要是 要牺牲自己了 所以你才来找我的 我只是 你只是不想让她死 我不想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死 可如果非要做选择的话 我也只会有一个选择 没有 对不起 没关系 不是你的错 我也不想让她死 关小姐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会尊重你 你刚刚说 如果他要救我 前提是我们必须相爱对吗 是的 我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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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您好 您好 你是贺兰先生吧 是啊 我是皮皮的好朋友 我叫陶嘉玲 我知道 我见过你 不好意思啊 冒昧打扰 没事 走路的时候让皮皮坐左边 她喜欢在左边 空调开到二十六度就好了 皮皮她喜欢喝橙汁 晚上如果有光的话她睡不着觉 奇怪 我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些呢 虽然我和皮皮分手了 但是我们从小长到大 她对我来说 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朋友 我知道 这么久以来 皮皮就只交往过我这么一个男朋友 现在你跟她在一起 说实话我不是很放心 因为我也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皮皮是个很善良的人 但是像她这么善良的人 太容易受委屈 也太容易受到伤害 我曾经伤害了她 她难过的样子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 我希望你不要像我这样 做出让皮皮伤心的事情 做出让皮皮伤心的事情 我不会的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多知道一点 皮皮的小癖好 我建议自己呢 你你拿到皮皮身上的 Sales 这是肯定的事 你给我看你 那我就是了 肯定的事 最近还有不计划 你这人是签自己的事 你真不计划 喂 皮皮 走 我 打扫卫生的 走 还有你也跟他一起玩 怎么了 没什么事 你们先玩吧 太败 不好意思啊 事情突然变多了 不过不是说明天晚上吃饭吗 怎么突然搞到今天了 听说明天你要上电视节目啊 你怎么知道的 张丹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所以是你安排的 也不完全是 但是确实提得下你的名字 不过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热搜榜上的事情 所以是你安排的 昨天早上我收到一个U盘 里面有超级大一个猛料 喜欢吗 所以是你给我的 不过你是从哪儿弄到 那些照片还有资料杯 这个你就不用关心了 有礼物送你 我这件衣服就是 你早上才送我的 我不能再收你的礼物了 早上那几件是随意买的 明天可是 要上电视节目 不能太随便了 我要让你成为 最漂亮的记者 让观众 一眼就可以记住你 你想得珍重的 谢谢 再看那个 这 是售仇公司 研究动物的照片 售仇 那不是千万他们公司吗 可他们公司 从来都不用动物做实验了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她就不太清楚了 刚才她讲了 你跟我说吧 有点可怕的 这页湃秋 不知道 你来了 他想都给了我 你是不是想要 那样我 你还想挣开那个 好想想到 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 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 都让我帮你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有啊 我今天碰到陶嘉琳了 是吗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他有点担心你 然后想照顾聊一聊 他怕我照顾不好你 跟我说了很多你的小癖好 比如说你爱喝橙汁 比如说走路喜欢走在左面 还有喜欢闻汽油的味道 你空调只开到二十六度 你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要跟我说了吗 没有啊 我说过不会瞒你的吧 永远不会骗你 他说如果你是一样的 还会不会装一下 我说你觉着陶嘉琳 我说你已经疯了 我儿子 你听不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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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可以结束 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詹琳是我 你说过 原因以为我做任何事情 弥补你对我的伤害 现在有件事情 我想让你帮我做 汪小姐是第一次上这样的节目 对 不要紧张 咱们接下来可能会问到三到五个问题 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样子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行 那咱们就开始 好 设计师准备好了吗 好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开始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 新城焦点杂志知名娱乐记者 王轩 王轩你好 张丹琪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轩 那作为一名娱乐记者 其实社会舆论 对于你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偏见的 那您对这样一个身份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个人是觉得知名度这个东西 就是你从中获得多少好处 就应该承担起多少的社会责任 现在有很多这个艺人啊 包括演员 他们当有新电影要宣传 或者新书要出版 或者是新的店铺要开张的时候 他们就希望有很大的曝光度 希望获得我们媒体很多的支持 但是同时他们又不希望 我们去曝光他们的隐私 我觉得这很不公平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而我们作为媒体 其实就是放大镜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工作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以我的职业为耻 那我们也知道您最近有一篇新闻报道 在这个网上点击率是非常的高的 可以说是创下了新的记录 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觉得有一点呢是特别的难得 就是您的这篇报道 它不仅仅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明星八卦 而且还揭露了相关企业 在运营当中的这些腐败等等 这样的问题 那您是怎样做到 让新闻既有话题又有深度的呢 首先要谢谢张丹姐的夸奖 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娱乐记者 但是我对我的工作 还是有底线和原则的 我从来不会去报道一些空穴来风的假新闻 我希望我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对社会有用的 是能够帮助大众去了解一些事实的真相 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欺骗消费者 或者欺骗老百姓的这样的行为 我希望去曝光它去揭发它 对 那比如呢 比如 销售化妆品牌 销售 销售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经过我的一些调查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销售是近些年迅速崛起的一个化妆品牌 它的主要消费者呢是年轻人 它一直标榜自己是全天然的成分 没有经过任何小动物的实验 但根据我的调查和追踪事实并非如此 好 对 好 好 好 肌美 我 就是 好 好 啊 很 所以 就是 我 你还敲门干吗 直接进来啊 来 怎么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 我想了很久 我发现 其实我还是爱着嘉琳的 皮皮 你别闹了 你演的都不像 我是认真的 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 相处都是假的吗 是我不好 在我最空虚的时候 利用你的感情来给自己疗伤 对不起 你别骗我了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你是真的 贺兰 你什么都好 只可惜你不是嘉琳 你毕竟不是人类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我不是人类 好啊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你 你看着我说 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说你不爱我 说啊 我不爱你 你再说一次 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 可以了吗 帮我把妹拥打下来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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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你如果会帮我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他本身宣传的一些东西有所违和 于是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去他的工厂 结果拍到了他们拿小动物的眼球 或者将试验品注入到小动物身体里面的视频 我觉得非常震撼 当然我一开始是不相信的 所以我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不断地在调查 千花总 这些照片可能是伪造的 但是刚刚已经开始有动物保护团体打电话来抗议了 另外 志剑局也希望明天上午可以派人去接受调查 帮我准备一下 我亲自到志剑局去证情 千花总 我们有很多产品配方都是胡族的特殊配方 恐怕人类是不能理解的 如果我们被调查 就势必要公开生产流程及合成配方 快把那些配方资料全部销毁掉 可是如果销毁的话 志剑局和媒体那边我们就没有办法澄清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亲爱不重要 反正已经澄清不了了 但是配方绝对不可以公开出去 按我说的去做吧 好的 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知名度或者是曝光度 而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媒体人 我需要让大家知道真相 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经过我的一些调查 嗯 就像大家所知道的 老弟啊 老孙啊 哎 不用搞那么客气 打电话给你呢 主要是想通知你这几天没事 都看下电视 有几个老朋友 都出事了 什么龙华啊 千花什么的 喂 什么叫我高台贵手啊 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不过我分析了一下 这些出事了 这些公司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你们这些南方支持贺兰静庭的人 是能够帮助大众去聊天室的真相 包括股租有限一片交费交费一片 老百姓的真相 要去报告他去揭发他 老百姓的真相 喂 你好 请问是关皮皮小姐吗 我是 我是方静雪 请问对公司用动物送试验的报道 请问对公司用动物送试验的报道 请不损失吗 请不请麻烦让对公司品牌一向标榜 自然怀告 本次事件对于品牌价值 是否会有巨大伤害 为什么到现在不公开化妆品牆 难道是承认眼镜的产品 是有问题的吗 臭颠色 那是承认那些可怜的动物惩罚你的 臭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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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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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負責人已於今天上路 無眉直奔機場外 截止記者發稿 塞藥集團仍未公事產生平方 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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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不到關皮皮是一個這樣的人 會不會是賀蘭先生做了什麼 對不起他的事 賀蘭大人做對不起他的事情 怎麼可能 賀蘭大人疼得還來不及呢 那就奇怪了 奇怪什麼呀 他明明就是把賀蘭大人當備胎 在玩弄賀蘭大人的感情 別胡說 我胡說什麼了 皮皮不是這樣的人 那他是什麼樣的人 你說呀 你說呀 太過分了 你分手就分手嘛 那錢男友找他幹什麼呀 陶家麟去幹嘛 你再問我 我還想問問這陶家麟呢 關皮皮找他的就來啊 他什麼意思啊 還有啊 你是不是也知道什麼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我知道什麼了 休閒 對不起啊 新小姐 賀蘭大人這次 真的被關小姐傷到了 他走了之後 賀蘭大人把自己 關在房間裡 不吃不喝也不出來 我倆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 我倆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 賀蘭大人 知道了 馬上過去 請換公司出事了 走走走走走 是賀蘭大人叫你們來的吧 賀蘭大人叫你們來的吧 賀蘭大人說你公司出事了 讓我們過來看看 怎麼了 你還好嗎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 我還好 替我謝謝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你們公司怎麼可能 拿動物做實驗呢 事情發生了太突然 我還沒有時間 去調查整件事情 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們公司為什麼 連個新聞發布會都不開啊 不是我不想 但我有幾件產品 是用了胡足的秘方 雖然對人類是沒有害的 但如果這件事情鬧大的話 這個秘方就會被公開 會影響到整個胡足 這樣的話你的代價太大了 這個公司是我的心血 但我也不想冒這麼大的風險 只有在事情變得更嚴重之前 把這個公司給關了 誰會這麼幹呢 你最近有沒有得罪人啊 這個新聞是一個 叫汪萱的記者爆料的 他之前採訪過我 而且跟關小姐 好像是在一個雜誌社當同事 汪萱 咱們倆見過 什麼時候 拍賣會上 想起來了 去我們醫院找過你 然後在拍賣會上 被你整的那個對吧 他之前採訪我的時候 我們就不太愉快 而且我在他身上 使了一些小伎倆 可能引起他不滿了吧 所以他就故意編了一個 假新聞來 來陷害你 以我對他的觀察 他沒有這個膽量 除非 除非有人在背後支持他 不會是他吧 誰 關皮屁啊 你剛才說他跟汪萱 是同一個雜誌社的對吧 這很有可能說明了 他們之前就串通好了 為了名利 他故意讓關皮屁接近賀蘭大人 現在不僅僅害了賀蘭大人 還把你連累了 你不要這麼早就下定論 你不知道 他為了跟他那個前男友複合 昨天跟賀蘭大人分手了 關皮屁和賀蘭大人分手了 我就一直說這個關皮屁 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說之前的會員都挺好的 為什麼這一次被 舒賢 不要再說了 我相信不是他 一定是他 你們仔細想想 他跟汪萱在同樣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怎麼發生的 他有他的苦衷 有什麼苦衷啊 你說說我聽聽 休閒 你別亂猜了 我先去接觸一下這個王萱 有什麼可接觸 千花 千花 怎麼了 沒事 你知道嗎 我要選擇 一 二 一我 走 你 你 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